開車一打台車 欸看到LOGO了 可是你看 往這裡看你會不會覺得好立體喔 它是懸浮的耶 再往中控以下的地方看 它是有一個 這個叫什麼啊 就是有一個 有點像水晶造型的雕刻的感覺 可是裡面又有一些畫面 高度的現代感 然後再上來看 懸浮的 這些都還不夠吸睛 更吸睛的是我坐的椅子 是長這樣的 透明的椅子 這也還不夠吸睛 更吸睛的是你看看它的A柱 透明的 透明的 上面透明的 透明的 後面的椅子好像是一個 非常豪華 欸這個人在賞車耶這個人好眼熟喔 這椅子是用一個骨架 建構完成 然後在上面做皮革的編織 那所以其實一樣具備有 這個伸縮以及彈性 那因為盈廷做的是這個 我做編織的 所以我還沒辦法感受到 但它後面椅子這樣看起來很硬喔 其實做起來也還好耶 真的嗎 不會硬喔 不會它其實是像這個 這個應該是Ecantara的這個 這是概念車 那現在頭枕也是屬於這個 那 那是頭枕喔 對頭枕也是屬於 皮革編織的一個這個方式 也是屬於一個 皮革編織的方式 好酷喔 超酷的 好酷 我先來讓大家看清楚喔 好因為 敲起來的時候 響車是沒辦法進來的 但 因為今天是媒體日 它有開放 讓媒體進來發動 所以就可以測試的時候把它的細節看一下 UX 沒錯 它是UX 你看它的門長就這樣 它的門長就這樣耶 然後椅子 後面椅子 剛剛我們看中控台它往後延伸 一路延伸過來 然後後面椅子這樣 頭枕是什麼感覺啊 喔 跟我剛剛做的編織很強 所以算是非常非常特別 UX 來看它的外型喔 開大波不及待的上車了 哇賽你看它的門胎 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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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剛才說的那個位置 然後那個眼睛非常明顯 然後那個眼睛非常明顯 對 線條很漂亮 車側長這樣 對 不要說他太可配 可是他後面這個 有環有腳的很漂亮 所以我現在走到那個曲線 然後那個光啊 跳下來 很漂亮 提供一下 這也就是 我這也就是 你臭小蛙 這很大 然後那個 你臭小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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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で終わります